再关心天气了 即使影像是在花莲的10梯屏 可以看到阳光已经微微露脸了 目前看起来天气还蛮不错的 提醒您今天东半部相对来说 算是很封面 所以有机会降雨 所以在东半部的观众朋友 今天出门最好还是带上雨具 而今天东半部来说 以花莲来说的话 今天高温有机会来到26度 相对跟其他地区来说 温度没有那么高 而且刚好提到了会降雨 所以在东台湾观众朋友 要注意以上的细节了 而接下来透过亚洲温度趋势图 提醒大家今天的温度状况了 因为封面远离之后 我们台湾处于一个相对干燥的范围 天气是晴朗稳定 但要注意的就是 一大早的浮瘦冷却效应 真的蛮有感 最低温是在离岛的金门只有14.4度 在本岛的部分则是基隆七度 只有14.5度 基隆安乐区也只有15度 新北市细止15.1度 但随着阳光露脸之后 像现在8点多 其实很多地方阳光已经露脸 温度已经慢慢回升 像今天北台湾的高温 有机会来到26-28度 昨天台北的高温只有将近23度 所以其实回温蛮有感 但刚刚也有提到了 一早温度蛮低的 平均低温大概只有15-16度 所以北台湾高温26-28度的话 这一来一往温差都是超过了10度之多 北台湾观众朋友就是要特别留意 至于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今天也是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高温有机会来到31-32度 至于明天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 但主要调整的是高温的状况 高温大概是略降2度左右 像是北台湾刚刚提到了 今天高温有机会来到28度 明天大概是26度 要等到礼拜五才会真的回暖 北台湾高温有机会来到29-30度 周末假期也都是30度左右的高温 至于接下来通过台湾语图提醒大家 今明两天其实还是东北风的一个状态 所以东半部要留意了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 山区午后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但跟昨天相比水气已经明显变少了 至于周末假期要提醒您 礼拜六开始水气就会略为增加 大气有一点不太稳定 礼拜天云量增多降雨几率也会提高 也会持续带您来关注 至于未来一周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会有热带褥动酝酿 但发展比较慢 也会持续带您来观察 而讲到降雨就要提醒您 这几天降雨的变化了 来看看今天水气主要 还是在东半部以及东南部 还有午后山区要特别留意 至于明天 其实水气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一点点 但礼拜五礼拜六就是要注意了 天气会慢慢转为相对比较不稳定 尤其到了礼拜六 天气不稳定就是要注意了 像是主要在东半部以及午后山区 降雨相对来说也会再多一点点 会持续带您来观察 至于空气品质部分也要提醒您 因为今天还是受到了东北风影响 境外污染物容易移近台湾 影响到我们的空气品质 所以目前看到了北部中部 云加南已经高频地区 还有金门澎湖都是来到了橘色警戒 过敏族群出门最好戴上口罩了 最后紫外线的部分要提醒您 因为刚刚有提到了 今天其实天气还蛮不错 而且温度的持续上升 就是要提醒您紫外线的部分 在中午时间 紫外线其实很多地方都来到了 像是过量高量等级 可以看到台中以南 其实都来到了过量等级 在北台湾很多地方 也是来到了高量等级 离岛也是来到了过量等级 所以中午出门要注意紫外线的状况 还有高温的威胁 记得要防晒了 最后来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趋势 首先是北台湾的部分 北台湾跟昨天相比明显回温了 但就是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 刚刚有提到了 其实这温差原本大概有10度左右 今天状况也是类似的 另外在中台湾的部分 中台湾其实今天温度是偏高的 都有机会来到30度 但一早低温也只有20度上下 也是要注意温差大概有10度左右 至于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今天天气更好了 高温有机会来到31、32度 而明后天的状况也是类似的 至于在东台湾的部分 因为东台湾有提到了 因为今天属于迎风面 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所以导致高温相对来说 比较上不去 大概只有25、26度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壮里面 中文字幕掌握新闻 似的 词字幕後 手掌握新闻 您的词字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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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词字幕后